嗯!好好吃喔! 它整體的風味是很濃的茶香 然後搭配那個巧克力醬 還可以接受 還不行 好酸喔!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我是Suna 我是Dana 我是Suna的 今天呢我們要來拍的是全家的七月戲評 全家這次呢跟長榮一起聯名 然後還有跟Coffee Tea Or跟天人名茶聯名的東西 超期待! 那如果大家跟我們一樣是很喜歡美食的話 記得你要去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先從長榮的聯名開始吃起 泰式馬沙曼咖哩牛肉飯95塊 第一個我們要來吃的是長榮聯名的這個咖哩飯 感覺很厲害很香 嗯! 我喜歡! 我也喜歡! 它奶香味蠻濃的 好好吃喔! 嗯! 馬沙曼咖哩呢它是泰式咖哩 所以我一開始在想說會不會有點辣 但其實它其實很還好欸 就是微辣而已 最突出的就是它的奶味 就是它有椰香跟牛奶的感覺 嗯!我自己還蠻喜歡這種味道很重的咖哩 因為吃起來就覺得有種你爆泰國的感覺 沒錯! 嗯!然後我覺得它上面的牛肉也算不錯 但是有一點點微甘的感覺 喔!可能要配那個醬汁一起 對!如果拌在一起吃的話會覺得OK 而且它的飯也有那種黃色的飯 薑黃飯 對!我超喜歡的 因為薑黃飯本身它就會帶有一點點味道了 嗯!所以你不會覺得很像在吃純白飯這樣 對!然後它的飯也不會太黏 泰式馬山曼牛肉咖哩得到分數是8.5分 印度庫瑪咖哩陰嘴豆泥沃沙69塊 我覺得它整體吃起來就是非常清爽 很適合夏天吃 然後它裡面那個豆泥綿密的口感就是會殘留在你嘴中最久 然後它整體那個豆泥的味道是最重的 就是它蠻辣的 它的味辣度大概就是小辣左右 咖哩的味道也蠻濃郁的 那種有印度咖哩的感覺 對!因為印度咖哩它的辛香料的味道非常突出 而且整體吃起來的口感是很豐富的 印度庫瑪咖哩陰嘴豆泥沃沙拉得到分數是8分! 羅勒海鮮冷意大利麵79塊 接下來我們要吃的是它跟福同園聯名的冷意大利麵 我覺得它這個麵體是我很喜歡的 因為我很喜歡這種很細的麵 吃起來是很有口感嚼勁的 然後我覺得夏天吃這個很適合 因為它真的很清爽 然後它整個麵體吃起來是會脆口的 然後再搭配它給的那個洋蔥絲 就是整個脆上加脆 所以整個口感會很舒服 然後最後就是它那個蒜泥的提味我覺得非常棒 口中殘留的味道就是蒜泥的香 但我自己好像覺得這一款調味就很清淡 對我來講就是覺得說 我會期待它的那個羅勒的味道再出來一點 就是青醬味更濃郁 但它好像本來就走這種比較清爽的路線 但它裡面還有花枝跟蝦仁 所以搭配一起吃是算豐富啦 那這個羅勒海鮮冷意大利麵得到的分數是 8.5分 913朝王聖誕 我們現在吃天人名茶跟小美一起做的 913朝王聖誕 好好吃喔 它整體的風味是很濃的茶香 然後搭配那個巧克力醬 它整體的甜度很剛好 微糖到半糖之間 弟弟覺得喜歡嗎 很好吃而且它茶味重 但是它真的重到不會讓你覺得不舒服 然後又有那種回甘的香氣 重點是它還是有保留那個 小美那個香草冰淇淋的那個味道 對而且它的口感也是蠻像那個小美冰淇淋 那個綿密的口感的 那這個天人名茶913朝王聖誕 得到的分數是 出入農場芒果優格冰沙 出入農場草莓煉乳冰沙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出入牧場他們出的冰沙 對有草莓的跟芒果的 先吃草莓的好了 好 我覺得蠻好吃的耶 對 因為它整個草莓的味道不會太化學 而且它整個甜度也不會很高 對 所以吃起來也是很舒服 因為它草莓的那個冰沙是酸的 然後上面的裂乳是甜的 所以它綜合起來其實就是 不會讓你覺得太甜膩 而且我覺得冰沙的口感搭配冰淇淋 蠻搭的耶 對 雙重享受 對然後它冰沙的口感是那種 出顆粒的那一種 蠻特別的 然後上面的小椰冰淇淋也很香 好下一個 好吃耶 我自己覺得吃起來的那個芒果味很香 很像新鮮的芒果的感覺 而且整個也是甜度不會太高 芒果的比較偏酸一點 對 但我覺得芒果對我來說就有點太酸 就是我很怕酸 吃起來就會就 那出入牧場的草莓煉乳冰沙得到的分數是 7.5分 芒果優格冰沙得到的分數是 8分 Copy Tea or蜜曬紅 還不錯 因為我看它的紅茶有用日曬紅茶 紅玉紅茶跟西蘭紅茶三種紅茶 然後它又有加蜂蜜進去 所以我覺得整體的味道蠻清爽的一杯紅茶 沒有到太重 而且我覺得它搭配三種茶葉的香氣是喝得出來的 就是有混合的感覺 就是那個紅茶不是單一的感覺 它是有層次的 對 喝得出來有不同的風味 可是我覺得喝到後面也是會卡在喉嚨這裡 有點偏膩 好像是你多喝幾口之後好像還是會偏甜 對 再把甜度降低一點也會比較好 但我覺得以初次做這種包裝的飲料來講算不錯了 贏過很多人了 Copy Tea or蜜曬紅得到的分數是 超酸檸檬萊姆冰棒 接下來我們要來吃兩個冰棒 一個是葡萄的 一個是檸檬 我們先吃超酸檸檬 有超酸嗎 還可以接受 還不行 好酸喔 它沒有什麼檸檬香耶 它就是很酸很酸的感覺 中間有一個很像那個BB糖 可樂糖 對 小小的可樂糖那種 所以吃起來滿有童年的味道 超酸檸檬萊姆冰棒得到的分數是 八分 色香葡萄乳酸多多冰棒 好香喔 很好吃耶 它很像一瓶養樂多的概念 而且它色香的那個味道很濃 對 就是那個色香葡萄的香氣 不過這一款甜度就比較高 對 而且不會有那種假假的色素感 它這種葡萄味道很像 嗨酒的口感 對 神父之嗨酒 色香葡萄乳酸多多冰棒得到的分數是 香葡 那吃完以上的七月全家心情之後呢 我們要來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覺得以上的都蠻好吃的 但大家可以選出一個你們覺得必吃的 我是那個冷義大利麵 因為我覺得那個口感跟那個清爽度都很讚 然後我是馬山曼咖哩 因為我覺得我覺得那個咖哩我會鬆 我會想買來吃吃看 你們都忘記913茶王的那個聖代 聖代了 對 那也是我覺得真的是必吃的大家 這是那個真的也必吃 對 那其實其他的東西我們也都覺得很好吃 大家都可以買來吃吃看 那如果大家還有吃過這次全家的新品的話 因為這次真的很多 對 記得留言在下面分享給我們 好吃的話也可以推薦給我們 或者是你有吃Seven的新品也可以跟我們分享 好那記得訂閱吃吧 讓我們一起幸福的吃吧 我們下支影片見 掰掰